遠離喧囂,步入山林,位於高雄山區的寶萊國中是一所被群山擁抱的學校。 全校學生僅有五十幾位,大多都是布農族孩子。 即使位處偏鄉,資源不足,學生人數少,但近幾年寶萊國中舉重隊在全國比賽的成績卻十分亮眼。 以前成績在全國大概都是前三名,那不見得是每一年都會得名,但是就是隔年隔年隔年有成績這樣。 那現在小朋友又少,那只希望他們能夠每天來練,那每天練習就認真。 那如果這樣下去就不怕沒有成績了。 由於資源結局,寶萊國中舉重隊多是沿用二十多年的老器材。 除此之外,老舊的舉重是每當下雨,就必須面對漏水的衝進。 因為我們舉重是現在是目前學校最老舊的建築。 沒有辦法重新蓋,只能說哪裡漏水就哪裡補牆這樣子。 那今年就比較大規模的整修,整個抓漏,整個拉皮還有油漆的部分。 所以現在,體重是就比較有點亂一點。 之前只要下大雨,大概一天,大概就會漏水了。 那漏水的地方大概有五六個位置。 然後甚至牆壁會滲水,很像小瀑布一樣。 為了讓孩子們有更好的訓練環境,寶萊國中還與古山高中建立交流。 除了不定期支援器材外,每到寒暑假,教練就會帶著舉重隊的孩子們到山下的古山高中進行遺地訓練。 因為我們古山高中這裡經費比較絕跡。 所以,然後呢,古山高中又是我們高雄市的那個舉重總幹事在帶著學校。 然後,他古山高中,他就有自己的宿舍跟訓練場。 那睡跟吃飯跟訓練都是在舉重館裡面。 所以,就透過學校這樣子,然後就可以過去那邊訓練。 成績斐然的寶萊國中主重隊,在克服了種種環境因素後,卻遇到了教生的問題。 學生人數越來越少,甚至出現斷層。 除了少子化的原因外,學生怕累不願練的心態更是最大的問題。 辛苦是一定的啦 但是不是就集中辛苦啦 是每一個項目每一個運動的都會很辛苦啦 那集中是比較枯燥乏味的運動 還會勸說啦 但是如果他真的想要退出我就會說沒關係 對啊 那不然硬把他留在隊上 把他不認真也浪費教練自己的時間 這樣如果他一直在那邊鬧 然後我就沒辦法教其他學生了 過去寶萊國中舉重隊曾舉起了許多獎牌抵造輝煌 現在舉重隊僅剩五個孩子咬牙練習 未來還有多少孩子願意練還是未知 但就像教練說的 只要有學生哪怕只有一個 肯練就不怕沒有成績 對於是 對於是 快樂 因為 你看 已經是 很難的 在說明 現在 已經是 打算 在說明 就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